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反正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也蛮惊讶的 然后演员们又在 当时在重庆演出 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先剪接音乐 然后通过视频排练 当天回到北京演员们 当天下午就进排天厅 我们就一直排到晚上 首演于2021年8月 10月登陆国家宝藏展演记 首期并获244万点击播放 12月登上2021最美业 比哩比哩比哩跨年晚会 与1.8亿观众实时在线共建东方美学 朱唇 远山眉 山峰发际 轻绿长裙 利落甩袖都让人惊艳 网友说 中国传统美真的不是秘密眼 而是这种大气 素色 又温婉坚毅的美 特别是贯穿全剧的轻绿腰 更是让人拍案叫剧 导演说 这个动作其实叫咸风 轻绿腰是观众总结出来的 正常的情况下 女生她下腰的话 在其他的角色当中 可能是向上的一种状态 她可能是这样 比较美的下腰 但在这个角色当中 她是非常血液 要把气息松弛下来 放你的后背的力量 去感知整个时空的扭转 时空之间的一种力量 它是放在了后面 放不了都没关系 过安静点 长袖一甩 上半身后躺 与地面近乎平行 这个仿佛飘在半空中的高难动作 既需要舞者有稳如磐石的角力 更需要舞者有韧如普悔的腰功 从微信朋友圈到短视频平台 网友们大秀模仿青绿腰 主演孟静阳还专门拍了一个 15秒的短视频 眼神利落如钩 下腰一气呵成 迅速横扫各大网站 收获无数点赞 孟静阳传授动作要领时曾经这样说道 轻绿腰是身体形成几何状态 如同山石 核心力量在腰部 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整个人像山石一样 巍峨的山峰 用后脑的意识顺眼下去 腰部慢慢向后 网友们直呼 姐姐的腰不是腰 是撩我心的一把钩子 这是孟静阳第三次上央视春晚 却是最受关注的一次 她是92年社人 河南人 早在九岁的时候 就跟母亲提出去学习舞蹈 现在一个人在北京生活 过着北漂的生活 代表作品 东皇月谷 蓝铃王 雀侨仙 为了走进青绿 2021年 她推了其他工作 专注在指此青绿上 这样一个意象化的角色很难演 最开始 孟静阳也很吃力 经过几个月的沉淀 她突然读懂了青绿 为何在望月 有了那种心有求和 眼存山河的状态 她说 在自己即将年满30岁的时候 遇见青绿 让我觉得之前的一切努力 似乎都是在为她而铺垫 在这个年纪遇见青绿 也仿佛一切都刚刚好 私底下的孟静阳 爱好很简单 会在乘飞机高铁时 看看小说 其他时间就是排好作品 在接受采访时 她对自己的 私人生活领域的话题 比较淡化 更多的是愿意去讨论角色 复盘作品 指此青绿的服装造型设计 在款式上 强调宋代宠上的轻瘦感 首部的袖子叠搭 犹如山巻起伏 群形将如缠绕至腰间 用其层叠感 形成山巻层叠知识 仿若千里江山途中的 层林群山 色彩则提取了 图中的头青与实绿 它们自画中来 又终将回归之画里 除了青绿腰外 所有的走都是半顿式的 较缓缓地向前探出 在探出的那一瞬间 达到重心移动的最大值以后 再往前轻轻蹭一步 袖龙大开 怀抱的是山河日月的气魄 舞动起来的青绿们 仿佛化作千里江山途中 撂翘的山 层叠的鸾 舞出山水相依之感 一股硬朗的 磅礴的气势扑面而来 这段舞蹈不再是女人的柔美 更多的是大气磅礴 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一种沉淀 《青绿》其实是讲述的是 北宋千里江山途那幅画 我在整部剧当中的角色是青绿 它是有一段青绿的女权这样 而青绿这个角色 它是纯写意的 所以它整个像是千里江山途 一种青绿颜色的一种气魄 你会看到我们这个舞蹈 不再是那种女人的柔美 你更多看到的是 大气磅礴的一种东西 也许是代表着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沉淀的一种岁月 一种大气 也是代表我们文化自信的一面 在《只此情绿》 搬上舞台之前 主创团队都在担心 这样偏文艺的作品 观众会不会不接受 但是没想到的是 从第一场演出开始 所到之处一票难求 或许就像网友评论那样 千里江山途壮丽的青山绿水 在九百年后 又一次击中了世人的心灵 《只此情绿》 自开始巡演起 走过16个城市 演出50余场 获得人气口碑双丰收 临时加场的情况 上演过好几次 超过了三亿次的点赞 我记得有网友说 什么叫做爆款 不过是以真心换真心罢了 我想可能观众 看懂了我们的真心 看懂了我们对 千里江山途这样 一幅长卷 他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看懂了我们对 传统文化的那份炙热和痴诚 这一步是 我可以做了吗 最后 我可以做了